好,Momentum Level Momentum Level 跟之前的力和Energy很不同 什麼Momentum呢? Momentum有一個定義 Mass-Velocity Momentum就是Mv Momentum的符號是P 世界P 單位是KG-MS-1 Momentum是很有趣的 Momentum是Mv V是Velocity 所以是有方向的 就是Vector 然後 為什麼要考慮Momentum呢? 就是想想我們的衝擊 如果有人衝過來 你要考慮它的速度 還有Mass 所以要考慮Momentum 動量 我們叫動量 哪個動量大一點呢? 就這樣繩上它 我引它動量大一點 好了 那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 這個公式 特別重要 要背的 就是原來 那些東西撞擊的時候 Momentum 會是 Conserve 就是Total momentum 是會不變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公式 好了 那我假設 有一件東西 A 然後 B 兩個衝過去相撞 一個速度是UA 一個是UB 好了 坐完之後呢 它的速度呢 Va Vb 假設 好了 那麼 撞擊之前的Total momentum 會等於撞擊之後的Total momentum 那就是 這個公式 要背的 M,A,U,A 就是A的Momentum 再加M,B,U,B B的Momentum 是撞擊之前的 大家都是 加起來 等於撞擊之後的Momentum M,A,V,A M,B,V,B 相加 好了 公式 這條背 簡簡單單作條例子 好了 如果 A是1kg B也是1kg 這樣 好了 U的速度 UA可能2 UB是1 這樣 好了 那 就 嗯 撞完之後 我當 V,V,B 這樣 那 可能 是 我這條速度是 0 好 濕一點數字 先 這個是 1乘2 好了 這個呢 就是 1乘1 即是撞擊的時候 之前 撞擊前 啊 這條濕錯錯 1是要負1的 因為 方向 向左邊 那 就是負數 好了 所以撞擊前 那個 Total Momentum 其實是1 來的 即是2加 負1 即是1 Total Momentum 好了 那這條撞完之後 會怎樣 這樣 那可能 剛才這條 1kg 1kg 我當 VA 是0.5 這樣 怎麼計 這個1 我問你VB是多少 這樣 這個1 這個0.5 好了 再加這個1 接著VB VB是Unknown 這樣 所以呢 得出的結論 這裡就是 1等於 即2加負1 就是1 1等於0.5加VB 好了 得出的VB 又是等於0.5 這樣 正負告訴你 方向 現在剔到右邊 是正數 好了 所以 就是這樣計 了 momentum 公式 特別留意一下 我現在作個例子 特別留意一下 公式是這一條 好了 那麼 momentum 是否永遠都對呢 有些特殊情況下 是不對的 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點就是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沒有外在力 沒有外在力 它就 它才會 保存的 有外在力 那個momentum 就不保存的 對了 內部之間 你不理會 外在力 可能譬如Fiction 就是剛才 這個 A撞B 這樣 這裡沒有Fiction 沒有空力採力 那些 如果有的話 VB 就不會是0.5 撞完之後 對了 OK 用momentum的公式 記住要背 那麼 如果兩樣東西相撞 我們要考慮多一樣東西 就是考慮動能有沒有轉變 如果我撞得來 沒有什麼聲能 熱能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叫做彈性碰撞 elastic collation 那就是totalke沒有變 對了 如果它是正常撞也會有聲音 可能會有聲音 熱能 動能 會少了 我們叫做 elastic collision 非彈性碰撞 對了 就是這樣 彈性碰撞 現實環境少見一點 但你想想 譬如我說 有顆磁石 它們真的沒有完全接觸 都是撞 是吧 磁力都會推 repeal 這時候的動能 會不會變 好了 無論動能 變不變 也好 跟momentum 是沒有關係的 兩個獨立的 item OK 如果沒有外作力的話 total momentum 任何的撞擊 下都會 conserve 即是 你是不是 elastic completely elastic 或者 elastic 爆炸 Explosion 或者Collation 那些 total momentum 如果沒有外作力 譬如沒有空的阻力 沒有Fiction 那ke 是否conserve 就是看看 它是否elastic colation OK 譬如 一個很完美的 彈彈波 這樣 它彈到地 彈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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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elastic colation 彈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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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主要這樣 通常都是計算這些數 遇到前 遇到後 遇到後 遇到後可以一起動 有common factor V 這樣計算 譬如我一個人 站在這裡 互相推 問你速度的關係 可能知道那個 女生向右 0.8 這個向右0.8 0.8米 每秒 然後問你的V 是多少 對 這些都可以 用momentum來計算 除了撞 之外 互相推開都可以 用momentum來計算 推開之前 它們 假設是不動的 就定在這裡 那 那 就行動 那 大家互相推 75 然後 VA 然後 再加55 Vb 0.8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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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计到VA是-0.587 负是对的,因为男人向左边走 可以用momentum conservation来计算 看看是否elastic collation 很简单,查一下动能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也有动能 两个方法也不算 2分即me²,这是乘,这个是乘 我计算出是33,在撞之前的动能是33 加上33,撞后的动能 撞撞後就算了,動能只有9G 因為一個是動1,一個是4 計算到2分之mv² 2分之1乘2乘1乘1乘2乘4乘9 總動能就少了,就是現實的collision 就是這樣 有些時候,可能在這些情況撞 又可以這樣計算 怎樣計算呢? 撞之前,計算TOTAL KE 撞之後,再加TOTAL KE 如果兩個都是4J,就是ELASTIC CONDITION 這裡有兩個範疇 這個範疇是看MOMENTUM是否CONSERVE 可以計算到,撞完之後有什麼速度 第一個範疇,看看有沒有動能,有沒有損耗 現在這個example B part 就是ELASTIC CONDITION 沒有損耗 這些就不太重要了 有個實驗比較有趣 這就是可能你也有看過 有個叫Lewton's Cradle的東西 牛燈擺 這裡掉了一個球 然後就撞 這個叫1號球 它的速度撞,它有V 每天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TOTAL 撞擊 TOTAL MOMENTUM是不變 我假設這裡的MASK是M 最簡單,如果只有1顆彈起的話 即是你撞,撞完之後 一天這顆彈起 這顆彈起會怎樣? 彈回一樣高 因為MOMENTUM在用後 都是MV 所以速度也有V 是不是?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Energy Loss 或者沒有愛在力 那麼MOMENTUM CONSERVE 就行了 有Energy Loss 當然會慢慢減少 但撞之前的MOMENTUM 都是CONSERVE的 分兩件事 MOMENTUM 可以算到它反彈 即撞的時候 之後的速度 然後動能有沒有LOSS MOMENTUM 是要重新再計 情況就是這樣 撞,撞完之後 一顆彈回一樣高 MOMENTUM 是CONSERVE 好了 可以這樣計算 那 KE有沒有CONSERVE 這個另外再計算 就像剛才那樣說 好了 還有其他例子 例如這個特別重要 叫RECALL OF GUNS 或者CANONS 開槍的時候 然後 那顆子彈射出去 那支槍有後助力 那支槍會向後吞 那又要MOMENTUM來計算 那都是0 等於M A V A加 M B V B 因為M A U A加 M B V U N 因為M A U A加 M B U B 開槍之前都是0 等於開槍之後的TOTAL MOMENTUM 可以看到槍向後吞的速度 RECALL就是反衝 即向後吞的速度 可以看到VA多少 所以重的槍呢 MA大 VA都會小一點 MANU TOO CANONS開大炮 都是一樣這樣做 OK 都是這樣計算 TOTAL MOMENTUM 是能保持的 沒有外載力 通常都一定沒有外載力 因為有外載力 External Force 不用計算 計算完之後問一下 你為什麼不適合 你要回答因為有 PRIFICTION 空氣載力 令到有External Force 加上這個系統 太空人 如何向前移動 就是噴空氣出來 OK TOTAL MOMENTUM 是CONSERV 所以有向右速度 這裡跟3rd law差不多 下一課會說 跟3rd law差不多 好 那 主要就是這樣 對了 那 那